现实世界也太纷杂 不如让我们换个世界看看 你好朋友 我是幻视领航人阿瑟 跟我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强职装奖 1992年的洛杉矶街头宁静祥和 只有检查手提箱的赖川博士 神色慌张地躲避着什么 追兵渐进 必须将宝物换个容器 但愿博士的调虎离山之际 能够骗过那帮莽夫 毕竟常年待在实验所的博士 很难跑过任何人 落入敌人手掌心的他 被克诺斯集团主管逮了个正着 同是克诺斯生物科技的同事 博士本希望主管网开一面 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宝物绝不能被克诺斯集团收回 事到如今 博士只能孤注一掷 他暗自发工 生出了掌谱 张开大嘴的他 更是把主管吓了一跳 白大瓜瞬间便被崩裂 方才还闻着彬彬的博士 已经变成了鲜鱼怪 看来博士不想把宝物交给公司 确实情有可原 常年研制生化武器的他 连自己都走火入魔了 可并不是所有生化人 都能迷途知返 凶神恶煞的主管 也准备袖袖自己的真身 虽然还是长不出头发 变大的脑袋也没有增加智慧 可鲜红的眼睛 变身的獠牙 足以标示出主管的实力 博士很快便败下阵来 口吐鲜血的他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得意洋洋的主管 当即抱着手提箱欢呼了起来 奄奄一息的赖川博士 就此消散 或许人类的天性 本就存在暴力的一面 索性被击倒的肖恩 不会因为落败丢掉小命 可在心仪的女生面前丢脸 多少有些难堪 好在笑容灿烂的瑞济 已经答应肖恩 今晚一起去兜风 回到训练场的肖恩 顿时充满了力量 可今天来找瑞济的 不只是肖恩 神色凝重的中情局特工李德 正是来寻找赖川博士的女儿的 李德一直在调查博士任职的 克诺斯集团 博士也从实验室里 带出了一件重要的东西 可惜约定好碰面的二人 晚了克诺斯集团一步 当中情局干员们发现 异样时 一切都已太迟 瑞济不敢相信 自己的父亲就这样毙命 察觉到异样的肖恩 再也无心训练 他不明白那个奇怪的男人是谁 更不清楚瑞济为何不辞而别 其实操纵这一切的人 正是俯瞰城市的克诺斯集团总裁 他非常高兴 主管带来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总喜欢动手动脚的他 准备看看赖川博士的珍宝 可血迹斑斑的手提箱里 只有一台破旧的烤面包机 大发雷田的总裁 直接启动了意念控制 让主管殴打自己 如果还想活命 主管最好把宝物带回来 看来赖川博士生前的小心思 成功迷住了克诺斯集团 一路尾随瑞基的肖恩 也来到了案发地点周围 正如特工所说的那样 这件事情疑点太多了 一门谢客的克诺斯集团 一定在隐瞒什么 就算长官一再阻挠查案 彼得也会为现任讨一个公道 目睹一切的肖恩太过失神 无意中踢到了一个发光的红箱 会动的电气实在太酷了 出于男生的直觉 肖恩将新发现放进了背包 瑞基就要动身了 他可不能跟丢 彼得并非有意寸步不离 可赖川博士的惨死告诉他 必须确保瑞基的安全 博士生前只透露 那件宝物是一种特制的宇宙装甲 只要获得他 便能化身成为凯普 可特工幻音未落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便引起了他的警觉 面色凝重的瑞基缓缓开门 原来是贴心的肖恩 克里德站立的地方实在有些不巧 误会瑞基有约的肖恩 只好乖乖让步 急车离开 肖恩已经将装甲背走 苦苦搜寻的主管一行人 自然什么也发现不了 若不是实在没辙 谁愿意再背街小巷逗流呢 可意图超进到回家的肖恩 偏偏就是这么倒霉 电动车坏掉的他 已经被流氓盯上 无管学来的驾驶 根本下不倒人多势众的对方 得寸进尺的流氓 立马和小伙扭打了起来 流氓的拳头 可比训练场里重得多 学艺不经的肖恩 不一会儿便落败了下来 可就在打斗之时 背包里的装甲摔到了地上 还没等肖恩弄清宝物 为何会发光 他便被人一脚踩在了身上 这下可好了 装甲如同期待已久那般 牢牢吸附在了肖恩的额头上 只见张开鳞片的装甲露出大洞 从中延展出了许多纤维状物质 在电力的催化下 青绿色的鳞甲瞬间铺开 按照赖川博士的形容 这就是凯普了 不断调整面部结构的肖恩 直接将流氓们吓得够呛 可凯普不仅仅是外表威风 人类的拳头对其而言不过是搔痒 只需轻轻用力 肖恩便将流氓扔了出去 木棍在凯普面前 就像纸壶的一样 锋利的小刀也碰不了肖恩的防 就连手枪射出的子弹 也无法造成丝毫伤害 走投无路的流氓 不想变成孤魂野鬼 可找来简易盾牌的他 倒是给肖恩提了个醒 直到现在 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变化 好在凯普形态并非无法退去 肖恩只想赶紧回家休息 庄甲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主人 不用奇怪 主管为何会再度失败 止不住颤抖的他 无法向总裁交差 无奈的他 只好告诉老板 赖川博士 还有一个很少露面的女儿 她一定和庄甲有关 可庄甲的真正主人 压根就不是瑞济 经历大战的肖恩 对自己的肌肉十分陌生 顽固的克诺斯集团 也让调查失败的李德一头污水 他渐渐开始怀疑 长官应该是收了克诺斯的好处 才一再劝自己收手 李德并非轻言放弃的人 恼羞成怒的长官 当即决定监视李德 不过敲门的肖恩 显然抢先了李德一步 他意识到了昨天晚上的误会 只想来安慰一下瑞济 越是困难的时候 就越需要互帮互助 可情投意合的两人 再次被一阵敲门声打搅 原来是关心瑞济的武馆馆长 想来探视姑娘 尴尬的肖恩 只好出门暂闭 干脆出去买点小食 为大家做点事 可肖恩前脚刚走 一伙奇怪的工人 便造访了公寓 直到肖恩回来时 工人才扛着货物离开 心生疑虑的肖恩 连忙推开瑞济的家门 此时的公寓已是一片狼藉 仿佛经历了一场恶战 无疑高强的馆长更是不幸遇难 联想到赖川博士的遭遇 肖恩立即反应了过来 趁敌人不备 他当即抄起了酒瓶 李德的问候正是时候 必须趁此机会解救瑞济 虽然特工的小手枪 吓不倒杀人不眨眼的主管 但只要能解救人质 也都足够了 敌人不是好惹的 必须赶快逃命 无奈的主管 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下选择变身 可总有不守规矩的人 不在乎自己生化人的身份 追过高强的斯特 即将和人群撞个正着 斯特的现身 让美女止不住地尖叫 可这并非是因为害怕 而是因为怪兽电影拍摄的需要 斯特的外形让导演十分满意 但他需要怪物多一点爆发力 无奈的斯特 只好在导演讲完戏后 偷偷溜走 虽然暂时甩掉了追兵 李德也明白他们并不安全 但愿错综复杂的仓库 能迟缓敌人的脚步 可对于主管来说 密不透风的库房 正好是能掩人耳目的地方 肆无忌惮的他们 完全可以大显身手 特工说得不错 变成生化人的克诺斯武装 绝不会放过锐记 他们如同行色各异的猛兽 不断搜寻着库房的各个角落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发现 嗅觉灵敏的长鼻怪 早就发现楼上有人 挂满吊坠的斯特 羊毛回身查看 果不其然 猎物就在眼前 可非身扑空的他 不过是同伴们的笑柄 连长满绒毛的红薯怪 都比斯特靠谱得多 李德实在敌不过满屋的生化人 走投无路的肖温 不知自己还能保护锐记多久 好在李德的长官们 即将赶来为战局定调 可他们并不是人类的帮手 而是生化人的援兵 看来二人平时伪装得很好 让李德向他们透露了案件进展 六名生化人已经全部集齐 人类一方疲惫不堪 战事已经陷入僵局 好在肖温还有最后一招 能让对方放过人质 不就是要找凯普吗 我就是凯普 大喜过望的生化人 连忙上前查看 可生疏的肖温 显然不明白装甲的启动方式 或许肖温就是那种不残血 就不会认真的战事吧 他的脑后一阵涌动 装甲的战役已经被肖温点燃 只见肖温的身上突然闪出一阵黄光 一片片林甲在凯普的召唤下喷涌而出 仿佛孔雀开屏一般 林甲从下道上将肖温严实地包裹了一遍 更有无数根纤维加固着他的关节 主管看到这里几乎傻眼 难道眼前的矛头小子 果真得到了神气吗 至少从外表来看 周身兼顾的凯普 绝非一般生化人能够抵御 林立的眼神 生起的触角 仅仅是深吸一口气 凯普就能将生化人们吓个半死 一旦头顶的光球亮起 就预示着战斗的来临 可面面相去的生化人 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 不想被集团总裁撕碎 就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斯特依旧是那个自告奋勇的人 可他才刚刚出战 便被凯普击飞 眼间队友变成了高尔夫球 主管心中止不住胆寒 生化人一个个被凯普击败 意气风发的肖温 干脆让对面一起上来 一次战个痛快 可肖温对战甲的掌握 显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熟练 陷入包围圈的凯普 一度被生化人大军击倒 可有装甲的实力保障 斯特还是被凯普击倒在地 恼羞成怒的他 干脆用起了暗器 可暗器非但没有击中凯普 反而牵连了一名队友 凯普越战越勇 直接打穿了敌人的包围圈 伸手灵敏的他 将红薯怪打回了主管身旁 看来要夺走凯普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主管摸爬滚打多年 也不是为敌不前的人 可战场上终归要靠实力说话 不是谁长得恐怖 谁就能冲老大 无法突破凯普的防御 就只能全身上下一起用了 可猛烈的头锤 倒真让主管看出了对面的弱点 头上的光球 必定是凯普的软肋 霍德新发现的生化人瞬间起势 嗷嗷叫的冲向了凯普 虽然无法立马取得进展 但有所顾虑的凯普 已经略显颓势 在众人齐心协力之下 凯普总算被控制 卯足尽头的主管 给了凯普迎头痛击 走投无路的肖恩 只好用手刃追击 可他的力量实在太大 连锐记都遭受了牵连 失魂落魄的肖恩 顿时战役全无 沦为了生化人的玩物 眼前战局恶化 李德连忙上前查看 好在锐记并未受伤 反倒是失魂落魄的凯普 被敌人抠出了光球 这样一来 战斗便已结束了 失去光球的凯普迅速腐化 林甲和血肉全部流失殆尽 只剩地上的一滩泡沫 得以洋洋的主管 总算能回去交差了 他不由分说 立马将人质打昏 当锐记醒来时 只看见一双猥琐的手 云淡封建的克诺斯总裁 立马调转话题 从赖川博士的职业生涯入手 和锐记套起了近乎 他才不会让女孩去报警 当务之急 是找出装甲的激活办法 主管只带回来一个光球 谁知道凯普是怎样变身的呢 为了博取信任 总裁干脆将克诺斯的光辉事迹 一一道来 殷森的繁殖走廊 是克诺斯集团的秘密基地 琳琅满目的水箱内 都是接受基因改造的人类 这并非克诺斯集团的独创 早在人类历史开始之前 外星文明便降临了地球 他们是人类的造物者 也是生化武器的研发者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生化人们一度被当作狼人 油头怪 吸血鬼 隐藏在人类社会 但这都无关紧要 最关键的 还是造物主遗留下来的凯普 这是一套了不起的装甲 足以改写人类历史 可就算知道了来龙去脉 锐记也是一头雾水 恼羞成怒的总裁 干脆威胁起了姑娘 若不想变成生化人 就好好想想 凯普的激活办法吧 如果想不出来 热衷于生化实验的东博士 就要成为锐记的主刀医生了 迎接客人的东博士 恰好有最新的研究成果要展示 可锐记一眼就认出 这就是肖温生前携带的光球 东博士已经发现 光球其实是活着的DNA 这是一种无机体与有机体的结合物 换句话说 光球是一种活物 它能克隆自己 直到生长出一具新的开谱 听到这里的总裁大喜过望 锐记似乎失去了利用价值 如果不想落得特工的下场 那就想想有没有什么遗落的情报吧 可脚法精准的锐记 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夺走光球的他 不会让凯普落入敌手 既然出逃已经无望 那就用销毁炉威胁总裁 想要凯普先把李德放了 可总裁的手下 显然不会权衡利弊 飞速生长的凯普 也没有给锐记时间 姑娘一个不注意 便让山羊怪吞下了光球 可寝神容易送神难 肆意生长的凯普 正需要一个附生的温床 只见痛苦的山羊怪倒地抽搐 一根锋利的长刃破肚而出 众人没有看花眼 这正是重获新生的凯普 肖恩不仅完好如初 还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鬼门关里走一趟的他 不会再给主管第二次机会 不过在救出特攻之前 肖恩暂时还没有恋战的打算 打碎玻璃的凯普 仅仅是一个回眸 便让生化人们心生退役 他会坚守实验室 为瑞奇和李德争取逃生机会 可基地里的怪物实在太多了 他们无路可退 与敌人缠斗的凯普 暂时脱不开身 眼见李德就要被怪物吞掉 瑞奇连忙拔出了电线 可仅凭电击 制服不了生化人 甩开敌人的凯普健壮 递极纵身一跃 将晕头转向的敌人 丢进实验舱 怪物的毙命 引起了实验室的连锁反应 基地顿时陷入了大停电 一场恶战迫在眉睫 生化人不放弃 凯普也一定会奉陪到底 主管再也不是肖恩的对手 匆忙逃跑的瑞奇 也找到了趁手的家伙 一次中击 便可让怪物硬身倒地 同伴们全部落败 主管又能坚持多久呢 越战越勇的肖恩 打得主管没有丝毫喘息之机 他宁心俱力 总算结果了这位老对手 战斗终于结束了 可开谱手中的鲜血 让瑞奇一时无法接受 当务之急 还是离开基地 可经受生化实验的特工 已经产生了某种身体反应 只见瘫倒的李德 突然长出了昆虫般的截肢 他的皮肤逐渐崩裂 骨骼也发生了变化 长出口气的他 还是变成了蜈蚣怪 瑞奇吓得连连退却 躲在暗处的总裁 却是欣喜万分 不堪重负的李德 只希望凯普能够杀出重围 为人类扫出威胁 送别战友的凯普 总算遇见了一切罪恶的幕后主使 卑鄙的总裁 不但陷害了许多像李德一般的正义之事 更是锐记得杀父仇人 想要得到凯普 就用实力来说话吧 萧恩可不会客气 他一脚便将总裁踢飞 可身为克诺斯的领导者 总裁又怎会是个凡人呢 露出庐山真面目的他 才是生化武器技术的极大成者 怪物仿佛一只巨大的魔龙 即将给凯普致命一击 可在萧恩看来 体型并不代表战斗力 他轻而易举地躲过了总裁的追击 并跳到了怪物的上方 不断用手刃造成杀伤 可萧恩并不知道 总裁也是一个皮糙肉厚的家伙 力大无比的他 不用齐招绝对无法制服 走投无路的萧恩 绝不能被触手夺走光球 他宁心俱力 将能量全部聚集在胸膛 这正是威力无比的粒子炮 足以击溃任何来犯之敌 熊熊烈火之中 总裁走完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精疲力竭的萧恩 耗尽了自己的能量 但这也无伤大雅 因为锐气更喜欢他本来的样子 科诺斯集团已经被捣毁 他们是时候回家了 可离去的凯普并不知道 方才的决战中 还有漏网之余 全片完 本作是一部1992年 上映于美国的科幻动作电影 改编自日本漫画家 高乌梁树创作的同名漫画 《钟情局内鬼》在决战中幸存 他会在接下来掀起怎样的风波 欢迎在评论区谈谈你的见解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搜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啦 我们下个目的地再见 搜 大搜